接下来我们带您关注一下首都机场的运行情况来连线正在那里的我的同事蒋宝琛 宝琛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天旭 今天的首都机场进化保障航班是1707架次 预计的运送旅客是27万人次 现在已经执行的航班是287架次 目前的情况都是比较正常的 来关注一下安检高峰 T2航站楼的国际安检高峰即将出现在23点到24点 T3航站楼的国际安检高峰即将出现在中午的12点到1点 也请旅客朋友能够提前到达首都机场来直击 以免耽误自己的行程 好来看一下今天全国主要机场的天气情况 沈阳管制区南部 海拉尔管制区 大连管制区 青岛管制区 上海管制区东南部 成都管制区东部 昆明管制区西部 兰州管制区东部 拉萨管制区东南部呢 有中道大雨 局地有雷雨 那么这样一个天气情况呢 可能会造成航班的延误或取消 所以请大家密切关注航班动态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13号台风 苏迪罗的相关消息 它的中心呢 今天5点位于台湾省花莲市 东偏南方55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 中心最大风力为15级 预计呢 苏迪罗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 向西偏北的方向移动 强度呢有所增强 有可能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于8号的凌晨 以强台风级在台湾东部一带沿海登陆 之后呢 它会穿过台湾岛 8号夜间以台风级 在福建连江到龙海一带沿海再次登陆 那么受气影响呢 7号到9号 东海东南部海域 上海管制区东南部有大道暴雨 并伴有7到9级的大风 阵风可达10到12级 苏迪罗中心经过的区域的风力呢 有13到15级 那么受气影响的主要机场呢 有福州 厦门 南昌 温州 宁波 杭州 南京 合肥 浦东 红桥等等 那么它的影响范围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在这儿提醒旅客朋友 如果前往上述地区 一定要提前关注自己的航班动态和天气情况 谢谢大家